好,歡迎今天的嘉賓Iri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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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見了 我真的很開心今天可以和你聊天 因為我是真心開心的 因為上次和你見過就是雷公 到現在,其實我經常都見到 我們在不同的場合會碰到 經常都碰到,但我真的很期待你的歌 我一直都在打氣,快點做,快點做 什麼時候有歌,什麼時候有歌 終於我們就見到你的新歌 新歌我們稍後再說 但因為我知道你近年多 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做很多電影配樂的事情 不如又和我們分享一下 譬如我們最新近見到的就是《年少日記》 都是一套我自己很喜歡的電影 裡面的音樂也很精彩 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過程 《年少日記》我記得是第一次 我是先看劇本,即是文字版 我一看就沒有停過 一直看下去,我是忍不住狂哭 我文字,卓導演已經做到這個威力 會令我不停在想 如果我真的做下去的時候 就沒有畫面 我已經在想我的音樂可以怎樣 然後我們這次是Toto三個composer 我,哈薩和Julian 而Joe其實很有趣的是本身是一個編劇 是嗎? 對,他是一個跟了吳韋倫導演十年的編劇 我終於是越資源去了這個新的 我會做紅龍 OK,OK 最有趣的是因為他和阿卓認識了很久 然後他在年少拍攝的前期到中期 他整個過程是跟著牆去一齊幫忙 是的 所以去到後期我們一起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在看畫面 阿Joe有時候都會給我一點點評論 或者是 feedback 是當下其實導演的想法是怎樣 又或者是情緒整件事的氛圍是怎樣 我們是很密切的討論 然後我覺得最開心的是我們三個人的共識很強 是的 即是我們一來已經可能裡面 如果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知道 鋼琴曲裡面有一首是很緊描著故事的 是的 我們都很達成共識就是拿這首鋼琴曲 去做我們的motive或是theme 成本的theme去扣緊整個故事 由鄭Sir小時候去帶整個脈絡 嗯嗯嗯 其實你們三個的合作應該都很有默契的 因為都幾次有合作 年少 Total應該是第三次的年少 是 讀詩之後 音目徵訊之後就是年少 哦 ok ok 其實當你create一些音樂去配合那個故事的發展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 因為我很少接觸到做配樂的人 究竟那個思維或者那個工作模式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音樂很有趣的就是我們有時是陪伴著畫面 即有時我們看畫面如果演員對白或者整個構圖很夠力 我們是盡力去留白不給的 哦 是的 我們覺得音樂是在那個環境下 如果不是必要我們就不用了 嗯嗯 但是如果有些時候我們覺得 加了它會令那個氣質更加強 或者那一刻的情緒很想觀眾再深入一點 我們就會用音樂去構成 哦 ok ok 你覺得做電影配樂其實跟你自己本身create你自己的音樂的時候 有沒有很大的分別呢 其實一定是 是是 因為呢 雖然配樂都是創作 但是電影很teamwork 哦 是是 我們都會很根據整個故事 整個tone color 就是你本身畫面塑造的構圖和顏色和演員的質地 就是我們配合每一個演員都會有不同的tone 我們嘗試都用音樂去surf每一個角色 但是譬如我自己做自己的音樂是 是真的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是是 就是我完全不用理人 是的 我將我的手任性放在音樂上 ok ok 而電影就是盡量去配合那個teamwork的東西 是的 但是好了 我又想知道你們團隊有沒有一個 你認為是很signature或者是很 就是我可能一聽就聽得出是你們團隊做出來的事呢 這個 我覺得有點難 是是 但是我們三個人好像是融龍 就是融龍 就是一人 ok 而我們的 有點像變色龍 我形容是我們不同的電影 我們會拿出不同的面子出來去放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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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電影配樂就入正題了 說一下這首歌了 這首歌在他未正式上線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那個preview 哇 哇 應該這樣說 我第一次聽是 其實他令我都想起雷工的 嗯 因為他也有一點 因為我很喜歡Bosnova 是 Jazz 我聽到那個小小的preview 我就覺得 嗯 很像 然後聽 那首 就是actual的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那個 那個 Big Band的Feel 我很喜歡 謝謝你 不如你又說說這首叫做 Last Dance的歌 的創作 過程吧 其實這首歌我在二三年的一二月作 那時候是因為有一個Podfest的演出 跟Mark和Winker一起上台玩 ok 那時候我第一次跟女團成員一起show 那我就想給觀眾看新的一面 所以我是想做一首可以跳到唱到的歌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時間就想找周瑤輝鐵詞 啊 ok 是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跟姚輝合作近一個media show 即multimedia是她自己的work 而我在work可能只是幫她唱歌 ok 但因為那段時間我經常跟她交流一些藝術或者音樂的看法 所以那一刻我立即就要找她 然後她是 我不能想像是快 即是很高質素 即是精準地 是啊很精準 而且我覺得我第一刻收到她的歌詞的時候 我立即試唱 我覺得很爽 即是覺得一唱已經很舒服 和我唱幾次已經背到歌詞 ok 這個體驗是比較有趣 我覺得真是大師 即是她太多經驗 所以她很清楚什麼音樂 或者她會怎樣去配合我這個節奏 或者會想起我在台上演出的感覺來寫 ok 所以我自己唱一路在舞台上的動作 我都覺得很舒服 那這首歌是先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arrangement 在這首歌裡面都算是很重要的一個 element 有歌的程序是怎樣呢 曲、編曲和詞是怎樣呢 記得嗎 我首先二、三年的時候 我自己是做了一個fullarrangement 就是Jazz 但是我在今年2024年的年頭 Perry跟我聊天的時候 大家聊天的時候 不如幫我做一些歌producer 他彈出的 我立即覺得好像很適合 因為她一直在我的音樂裡面 都加入了很多 即是會幫我做一些keyboard手 或者演出的時候 很多interact 那我就拋給她了 然後她第一一下就覺得 那個速度不應該是這個 她想加快一點 再快一點 所以我第一個version 是相對慢一點的Jazz 但是一交給她 她覺得要快一點 而我們設定了那個畫面 就像在一個vintage的歐洲小酒館 然後台下的觀眾是放工很chill 喝啤酒 很豪邁的聽歌 然後也是跟觀眾很接近的感覺 我們就加了一些很木製的鋼琴聲 好像舊酒吧的感覺 對 鋼琴是會調整成這樣 然後我們又加一些 可能是clarinet 打橫管 或者是brass 像saxophone這些樂器 令她這件事很有現場感 對 還有我很好就是Perry幫我 把整個速度加快之後 我一直唱 完全幻想自己在酒館那裡 我好像一站上台 spotlight射下來 我就要你聽我唱歌 有這個感覺 OK 我看這個歌的謎案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他講到 我們怎樣 有一點反叛 又有一點做自己的一些新嘗試等等 其實又講一下這個項目 其實回到我二、三年 我一直都很想出歌 但是我那年同時都做比較電影的 回落多 都不停在想 我想出歌出歌 但是我好像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要做什麼歌 但是 那時候也有些confused 就是很希望做到一些歌 但還會有共鳴 或者很希望可以 draw到多一些mass media的觀眾 但是我也糾結了很久 但是我是不是要寫一些 但還可以入路的歌曲呢 就是我寫一些hook line 我最後是沒有理那麼多 那個任性就是我不想理人 我可能在電影的學習就是 我有一個teamwork 我可以fulfill大家的東西 再input自己的東西 得到一些共同的work out 但是我發現我有一些東西 我都很想是自己的聲音 所以我接著那個project 全部都是一些任性 所謂我稱為任性 就是一些我很想表達的東西 ok 這一首歌的內容 就是last dance 其實我第一人想到的就是 你剛才形容那個酒管很好 就是可能我準備打仰了 然後大家就出來狂歡 然後跳這個最後一隻舞 但是大家又要縮緊那個 因為時間有限 歌詞裏面也有說到 時間有限 第一句就有限 是的 這個概念我覺得很有趣 可不可以說一下 因為我記得我一開始 做完melody之後 已經是覺得這首歌 我自己當時的名字叫last dance ok 我自己心目中demo 我被姚輝當時叫last dance 已經覺得是關於跳舞的 是 亦都是 那時候 不知為何當下這個字 其實一直都營繞著自己 是 一直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會思前想後 經常顧慮很多 又會想以前很好 又會擔憂張 好不好 是 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 其實不應該 我們應該是當下 我們經常都miss了當下 是 是 所以我當時很想這首歌 藉著這個輕鬆的跳舞 是 因為本身movement跳舞 就是一個你當下才做到的一件事 是 是 所以我跟姚輝說 我也是 我想capture我們當下的這一刻 被我們反叛去跳最後這首舞 OK 這個題目很好 因為我覺得 正如你所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 因為時間有限就要把握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要顧慮這麼多 是的 於是就出了這個project出來 我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除了我覺得這個arrangement很棒之外 我第一次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你的vocal是不同了 唱歌的delivery有些不同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呢 其實這次是 因為我很少找人coach我的唱歌 是的 以前都是自己producer 這次找Perry和我一起做了一系列的歌 其實他全部都給我不同方面的意見 也都好像打開了新事 可能我覺得這次最難的就是 在錄音的時候 這次不是Carton 唱歌流士Carton 他們兩個就會不停叫我撕掉以前的一些東西 可能我以前唱歌的習慣 或者是怎樣用聲的位置 一些平時唱的東西全部要我撕掉 所以我一直錄音是很不安全 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 我會不經不過又去平時那個 然後他們會提我撕掉 OK 反而他們是很想我用一把最original的聲音 就是不用添加的 他們覺得我聲音本身可能直唱 已經有一種故事在裡面 即是不需要按到怎樣的音樓來弄 不用了 不要加花 這是他們很想我做到的事 那出來的效果你覺得 因為始終我試新東西 我就會懷念那些舊東西 那會不會都有這個想法呢 我第一次聽 因為Perry剪回的報告給我聽 哇 這樣 是呀 我也是覺得 因為那個delivery有些硬朗的 我覺得有些硬朗 有些很實的 和你之前的一種有些不同 是呀 很搞笑的 我記得錄過 應該是一開始第一段first的時候 他叫我要想梅姐 哦 都像 都像 是呀 很開心 因為這種通我重 都沒試過在我自己的作品上演繹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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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不停叫我試不同的東西 到最後他們覺得 是要把梅姐的東西放下來 是呀 然後我就發覺 好像OK 而他們不停給我很多很支持的東西 然後我就繼續去 然後我真的聽成品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嗯嗯 我是很喜歡的 OK 這次MV還有一些 有些choreo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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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尷尬 每天要三尖八角 要多謝他們 是呀 是呀 為何會有這個choreography的出現呢 我其實呢 我之前兩年 不是三年 我之前二一年 年尾有個show 叫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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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那時候其實都是由三隻眼淨 就是三個dancers 好像represent了我的五個臉 所以其實這次和阿星 就是導演 我們聊天 都很想把一個現場演出的感覺 打進去MV 是 是的 所以我們全部 接下來的歌曲製作都是一鏡直落 哦 哇 很高難度 很高難度 因為我看電影 經常都很impressed 那些一鏡的東西 是的 所以接下來的MV 都會有這個取態 會的 接下來的歌曲 我們可以在你這個project裡 預期到什麼呢 嗯 我覺得我有一點把我二、三年在電影世界拿到的東西 我覺得放進來我自己的音樂世界 就是我會形容每一首歌曲都會帶給你一些不同的電影感 哦 是的 是的 還有我有一點點是和Perry想把我們五首Canton Pop 做成一個有一種歐洲Five的氣質 嗯 嗯 所以這個Jazz就是一個很開幕 是的 那接下來的歌曲其實都會不同的音樂曲風 是的 是的 嗯 可以預告一下嗎 嗯 第一首就是這裏的Big Band Jazz 是的 其實我第二首都會有一些沿著Last Dance的故事 這樣帶下去 但是是一個 聽說就是Bosanova的歌 我最喜歡這種風格 是的 都是Jazz的 我覺得很適合自己 或者自己都很喜歡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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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問你了 你覺得你在工作上 我們有看到你有不同的 identity 你有時會用聶榮心 有時會用Iii 或者Iris Liu 其實你覺得你有沒有刻意去將這些 應該這樣說 你擔不擔心些人會混淆了 甚至乎原來你是你來的 其實很有趣就是我當初怎樣用Iii 因為我覺得自己中文不是很普通 也不會 也不會 我以前是因為我那個年代很多人叫泳心 其實我又認識有人Exactly 跟你拼命 是啊 不過很小時候的 是啊 所以我自己那時候有個想法是 如果我想出音樂的時候 令人比較容易記得 那時候我就用了Iiiii 去做我的Artist Name OK 但反而我進了電影世界 他們很少用英文名 我喜歡用中文名 我又覺得很有趣 反而大家一開始不知道誰是廖榮心 但是因為可能浮現得多了的時候 會找一些廖榮心 來聽詞回原來 OK 所以我又覺得這個身份是挺有趣的 是的 但是也沒有互相交代 我又沒有太多擔心 OK 那好啦 真是最後 你這幾首歌的project 我們有沒有說數目 好像沒有說 沒有的 我可以看到我們說的 就是我一次過想做五首 OK 會不會看到實體的東西 很大機會會的 太好了 我覺得實體始終有一種的收藏價值 和有一種真實 我覺得這樣才是真實的一張碟 明白 是的 那會不會可以看到Live的東西 看成績 我都要看看 可能我這麼久沒有出歌 可能大家的觀眾有喜美歡 或者一些人對這些曲風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就會再看看反應 看看會不會有show 因為我覺得這些Big Band的東西 如果我們做到Live的話 是會很好看的 很愛想 很夢想 是的 希望你可以夢想成真 多謝你 我們繼續聽這個Last Dance之餘 希望期待著繼續有新歌聽 多謝 好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 不要客氣 我們有機會再聊 好 拜拜